歡迎各位又來到家國生活今個星期五的節目 在座席播室裡面有Jeff Tam 有Anna Wong 有Ben Leung 有Adam Poon 有Michael Jang 我們今晚要講的是 今個星期較早時候很多省份 經常都說要Reopen for Business 其實我的看法是因為 加拿大最近做好Emergency Package 就是Keep the Employment Keep the Job 但是就沒有幫到 Small Business 它是有些借Loan的派款方式 免稅派款 有部份是可以forgiven Loan 但是其實生意人的負荷比較上層 所以在上個星期尾 Ontario已經有百多個 Small Business的人出來抗議 所以今個星期 Ontario政府做了一些安排 所以我們今晚就集中精神 講一下如何E-X 然後上個星期我們講了一點 Serskatchewan已經有一個計劃 但今個星期就多了很多計劃 Michael 你做了一些研究 你對加拿大 加拿大暫時有幾個Provence 都齊心說要開始一個Business 其實你可以做一些開業嗎 讓大家可以談一下 其實你可以看到安省 都比較遲公佈了 上星期已經有沙省 然後紐濱市立省 愛德華王子島 然後安省 星期一就公佈 都不是細節 只是一個路線圖 甚至是具體日期 具體計劃都沒有的 到星期二 灰省也都說要開放經濟 看來灰省的開放程度 以及野心程度 我個人認為是比較高的 高到我是有些不太舒服的 因為灰省開放的時間是5月11日 而安省只有路線圖 沒有具體的日期 以及沒有具體的安排 在結封我們說這個 Ban 你同意 因為現在所有的省都開始 reopen business 是不是最主要的 很多 small business 沒有受到幫助 所以他們 哭了一口 所以開始 這個reopen business 就是一個轉捩點 其實我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是一個民情 因為是安撫民情 對於營商環境 是營商環境 不是政府做了什麼 其實特別是小企 你怎樣幫助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而今次的小企被淘汰 我一直都可以強調 都不是一個很正規的小企 正規的小企 基本上政府都受到為了 因為它不是太正規 用了很多超前衛的方法 去一直這樣經營 所以在稅網裡面 我們的稅務公司 都見不到 所以現在想說幫一下 都幫不了 Adam 你有沒有補充 你在笑 他很客氣地說 不正規 你所說的是地下經濟 既然你在地下 我們在地面 都幫不了 所以幫不了就是這群 Anna 其中在安省的計劃 雖然她說了幾個步驟是很高級的 但其中一樣的環節就是 她要社交距離 要人們洗手 其中一種 所有的防守都存在 但沒有包含她的衣服 那其實你對於 reopening business 最大的risse 是什麼 還有小學 例如灰北黑省 他們是小學開持的 中學就不用了 但是灰北黑省是重災區 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幾個禮拜前 Ben哥已經說了 我們不能無限期地 lock down the city 亦是shut down the economy 雖然說 其實她的list of essential services 其實很多 都不是 我們可能有些零售 就hid hard 其實很多business 都可以繼續運作 固然整個GDP 是低了很多 我們固然是不能無限期地 關閉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 我們今晚在家 明天就全世界一起上班 那樣 我是同意他們一個 stair girl approach 的 也都是梯隊梯女 那樣子 但是出的時候 我覺得PPE是需要的 就是我覺得 你lock down 多久都沒有用 如果別人一上班 不是100%有疫苗 而全世界人打完疫苗 的情況之後 是不會發生的 這件事 你一樣有機會感染 有一個感染 也會變成16個 也會變成196個 我覺得Mars 這個最基本的PPE 是不能少的 就算你認為 有主流社會的意見 就是Mars 你會知道我 我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病 為什麼 我憑什麼 我自己有沒有做過 測試的情況下 覺得我不需要保護你 而在我面上戴一個Mars 但是我覺得政府會很激烈 去說這件事 是因為幾個因素 第一 根本是很難找 對吧 他們都覺得一些 不太贊成的人 又說 會限制你的自由 這個就是 南部的環境 美國現在 就有些 我們稱它為 是一個 white elitist movement 你不要限制我的自由 但是你自己病 你也會有其他人病 所以這句說話 就是不負責任的 但是會不會 某些在加拿大人 會接觸到這個想法 我相信會 其實真的可以 可以逐步開放的 但是有保障的情況下 第二 我剛才說過的挑戰 除了它買不到 接著就是民情不喜歡 所以這兩件事 我都覺得是 你政府可以做些事情 第一 你的公眾教育做得好些 為什麼你不斷告訴別人 戴面膜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要告訴別人 中國人 為什麼現在整個中國人 戴著面膜 要給別人歧視 他都不需要這些責任 另外 補責任也是 在國際上 應該可以做得好些 其實醫院都真的買不到 否則我們平民發聲 怎麼會買 當然買不到 醫院都買不到的情況下 你怎麼會 限制 universal use of mask 但是同時 universal use of facial covering 不是一定要 medical grade 的 mask 是不是 他可以多些和民間 和 community 在荷物社會合作 做多些 home made reusable program 就算你說 我把衣服在臉上 或者穆斯林婦女 都在做同一件事 其實都可以幫到很多 是不想請搶醫護的 resources 因為我們知道 補責任也做得不好 但是亦都不想 完全沒有 protection 的之下 就開回 economy 所以Anna說 就是說 要有 personal protection 然後 personal hygiene as well as masking 是很重要的 before open the business 大家在Canada 還未開放 這件事 或者我們可以再次探討一下 但是我想說 學校開放 也挺激烈的 除了Montreal 就是 明天11 就開始 所有學校開放 但是 是在免費的 你可以不需要上學 如果你想上學 每個學校有15個人 要給2個 社交距離 如果有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們會即時控制 但是 英國已經發現了 原來 就有 最近 有一些小孩子 就增加了一些 叫做 血管裡面的 inflammatory action 他們叫做 Kamasaki disease 譬如有Fever 或者有離胎 手腫 那些情況 去到後期 就是 比較嚴重 也有 很多人證實到 有COVID 是正確的 但是之後 可以回復 但是其實 這些可以令到 孩子很 很焦慮 Jeff 你有沒有什麼 feedback 比如說 開放 比較激烈 我覺得 現在 如果重開經濟 或者重開學校 最大的危機 都是病毒 因為有幾樣東西 大家都知道 第一 疫苗 依然是未有 還有現在 第二樣 就是有些人 以前是感染過病毒 而他是出院 叫做好 現在世界衛生組織說 可能這些人 是未必會有免疫能力的 就是說 你染了一次之後 可以再多次 如果真的聽清楚這句話的話 就是說 這個病毒 是永遠不會有疫苗的 因為疫苗背後的醫學原理就是說 我產生了一個 antibody 下一次 見到同樣的病毒的時候 我的身體就懂得去應付 一些antibody 去打擊 去保護我自己的身體 但是如果同一個人可以再染 而再染第二次第三次 就是說 基本上沒有antibody 沒有疫苗 第三樣東西就是說 我們還未能夠解決到一些 叫做 asymptomatic 隱形病人 譬如我左邊和右邊的同學 或者我的同事 在辦公室裏面 如果他是帶有病毒的 根本沒有任何測試的方式 是快得可以告訴我 他是 immediately 告訴我 他知道 是他可能有病毒的 就是說如果我上班的時候 我是可以被感染到 而最後就是如果我感染到之後 我進去醫院的 暫時都是沒有什麼藥可以醫的 Gilead Science 那個Ramdesivir 依然是在做不同的clinical trial 上個禮拜我們聽到 中國有個small sample size 它terminate 了 因為那些result可能不一般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website 洩漏了出來 但是Gilead Science 也說 其實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是一直在做不同的測試 但是藥這件事其實是要時間內的 所以其實是有個危機 那我覺得為什麼我們這麼快 安省或者加拿大 或者美國 或者歐洲 這麼多個地方 都要重開經濟 其實是跟經濟淺有關係 因為Ben 提及了一個aspect 我另外覺得其實 各國政府雖然他口頭上 說會印這麼多錢出來 其實他是負擔不起 去真的印這麼多錢出來 因為會令到通貨膨脹 影響到你自己國家的貨幣 這些長遠一點的影響 現在大部分的經濟分析師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在電視機 或者CNBC不提出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真正提出這件事 這是一個很大的經濟問題 其實Jeff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所有經濟體系 現在已經萎縮著 說的是競爭能力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會自動調整 Michael 你在學校有什麼補充 其實我覺得QBAC這個做法 就是有點擔心 但當然也有很多人說了 說小孩子 尤其是小一點 他們感染的COVID 就比較少一些 但是不是表示我們想 讓他們開放小孩子 來做這個Ginni Pig 其實不一定是School 我反而一直都同意 Anna所說的 或者鼓吹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要戴Mars 你看看香港 那個疫情相對受控制 病死亡率也是很低 死亡率甚至是單位數字 換言之連世衛都覺得 香港全民戴Mars 不多不少起很大的作用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開放我們經濟 或者開放我們公共場所 包括學校的時候 為什麼不鼓吹多些人 或者全民來戴口罩的話 大家會安心一點 如果有一個防疫的狀況的時候 那開放的速度、廣度和深度 都是想要提升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Ben 你有沒有看過 這個New Brunswick 它有一個 叫做New Normal 有四個 color code 或者是 medical hazard 這個public pandemic 有紅色 有橙色 有黃色 有黃色 Green 應該是最ok的 其實它做了這個機制 是不是好像我們的 Embra alert 去到某個層次 大家要小心 用這個方式來做一個 公共管理 你有沒有 我沒有很留意 在做這些小動作 Jeff分析的是大環境 其實這個是死症 簡直是無理 跟著Jeff所研究的 就是 染病的會繼續染 這個品種疫苗也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們現在不如 大家 因為 因為其實 基本上 我由第一天見 這個病症 就是淘汰一些東西出去的 你是要不讓它淘汰 你是要挽留這些被淘汰的東西 包括 腦弱病殘的生意 包括一些不應該在這裡存在的東西 而是盡了我們的能力 去保留那些可能被淘汰的東西 包括人命 所以 我們是盡了很大努力 去維護大家 所有的事情 但是這個outbreak 是不斷地製造一些新的麻煩給我們 我們無論用什麼警察 用什麼方法都好 結果 都是順其自然 我們做了太多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我們要接受它 是怎樣 抵抗它 用活潮的心 開懷的心 迎接它 解釋它 當然是很沉痛 有部分人死 尤其是老人家死 我們絕對是同情這件事 我們真是心表同情 我們要盡量做 但是我們的心態是 我們 Life goes on 馬照 馬無照 真的 我說給大家聽 我預言 六個月後 你要恐慌的人 繼續恐慌 你喜歡嬉戲的人 繼續嬉戲 是改變不了大家的 因為沒有人的生活 生命的態度 Anna 你是mental health專家 可能要有少許輔導 因為這個關口 其實我們可以很現實地對這件事 你另一個醫療的理解 也是 因為這個病毒似乎病毒很快 即是好像疫苗一樣 我們每年都在猜 它會出一種疫苗 不是我今天弄出一種疫苗 然後就會殺死這件事 其實不是的 它有很多個親戚 有很多堂弟弟 媽媽 表姐 姑姐 你只不過是猜她以前的祖宗 那樣子 做了一種疫苗 但是所有人 大部分人都會去打 你覺得我會保護自己 就是為了其他人好 又為了他不知道 是做不到這件事好 那就是 基本上 始終有一天 所有政府都要面對這個現實 就是要重開的貿易 但是這個 如果你要挑選一些 更正確的事 來講 對你的 mental health 其實很多年前 人類已經要知道了 其實我的 business 一直做生意 都永遠都不應該直揚自己 就是說 文化遺產 集體回憶 那些可以在博物館 可以在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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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天 柴油車 是不可以再運行的了 因為政府要 因為對環境不好 那為什麼你死顧顧 不充 不充去做多些 R&D 抗議 你要說 我這裡沒有工作 為什麼你不可以 讓我繼續做 為什麼你要做到這麼多年後 才發現你沒有別的 skill set 這也是他的責任 你心理上 有一件事叫 comfort zone 每個人都不想走出去 是啊 這是心理 但是 每個人心理都會有自己的後果 抗拒改變 你戴口罩和不戴口罩 都有另一面的後果 你打針和不打針都有後果 你遇到你的生意 除了做到這個 之外 亦都可以轉型到另一面 亦都是一個後果 就是好像本人 如果我是家和的 總幹事委 我當時2016年去的時候 家和是沒有 server 每個人都是拿著 paper files 還有一部 desktop 你說是 computer server 是 現在 我們一有事 馬上關門 所有人都繼續在家做事 因為每個人都有 double encrypted handheld device 去做一件事 每個人都在用 cell phone 每個人都可以 access 一個 confidential clinical data base 這個就是你的 evolution 是難聽的 但是不是所有責任都是政府 那我想帶來一個話題 Alberta 講到這個省 他所有的東西都是 oil economy 他投放的G investment 很多是 oil economy 不是轉就轉 加了一些 oil 真的PK得很厲害 是吧 Michael 你在這邊有沒有什麼回應 Michael 首先一件事 是 阿省的業務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 一直以來 他知道有太多 近年來 已經多元化了 在其他方面 比如有 比以前的角色那麼重 第二 我反而想回應 Anna和Ben所說 我們要迎接一個新的未來 其實在禮拜日記者會已經說了 就算Duffel說了 未來 新的未來 是不會回到以前一樣 因為生活已經改變了 這個病毒已經改變了生活 改變了整個社會 過去的形式的時候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不要就是Ben 或者Anna所說 我們要embrace 這個新的論 而Adam剛剛在會前也說 新的論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迎接 這個反而我想聽一下 Adam怎麼看新的論 新的生活 新的生命 喂 Adam你經常說的 New Normal 你現在是不是在這裡 現在 還有沒有聲音 有有有 有一個New Normal 我想告訴大家 我家裡的網絡 經常死了 剛剛就是這樣 所以我轉換來 用Data 來講 不過我要攪開一個video 不過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正說 我聽到上來 但其實知道應該怎麼做的人 每個人都有 自己最熟悉的方面 給到一些意見 但是 如果你新常態 我覺得 除了我們怎麼面對 現在我想聽很多人 很多人的意思就是 在我自己不熟的範疇裡面 有些新的想法 譬如剛剛Jeff說 很多人病了一次 得不到這個antibody 不可以對下一次免疫 這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 如果從醫學上去看這件事 很危險 沒有醫之中 病人可以再生病 這種疫情是非常恐怖的 可以這麼說 幸好它殺傷來這麼大 但從生意那裡 這件事也是 Anna說出來的 就是我們做生意 或者是經濟型態 大家貿易的那樣 我們隨時有一個準備 我認為我想這件事 就是 現在我們經濟 Benson說 我們是想用最有效的 以最小的東西去應接最大 但剛剛 PPE說得很久 就是防禦裝備 如果我們要求每個人都戴口罩 立刻出現一個政府 我們不能公正每一個人 每一個學生 每日有足夠的口罩用 立刻就有這個問題 一直牽涉 很多方面的問題非常多 雖然我們說答案 可能比問題更多的時候 但是 每個人從自己的角度看 如果要緊張健康 我就不理會生意 但如果要緊張荷包 我就要放棄健康 這裏就有很多方面的 互相牽制出現 回來就是自己的心態 Benson提出一件事 順其自然 所以我們都要找一種自保 稍為安全的方法 每個人從自己的生活體驗 過去的經驗 都會有一種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很緊張 你怎樣說呢 他也是很害怕的 有些人就 好像QBEC那樣 是樂天的 我們過了一個生活 有質素就可以了 不要讓人都限制 好像有些老人家 我們試過探過我一個外母 我們什麼都不讓他吃 他都快要去 你還黑制住他 他喜歡吃的東西 就讓他吃 我想這就是 QBEC現在在想的心態 你讓人鎖著我 畢業要我死就好 不讓我外出 這是每個人的出發點 或者心態 明白明白 其實你講得很對 有些人可以轉型 例如我的農夫 有個農夫 18多億的芝麻 因為沒有人炸薯條 因為少了很多 他很嚴重 然後那些農夫 又少人吃了 要減低四成 因為很多 好像 Jet 你做了一些研究 好像有牛肉出現了問題 其實我們會不會有食物短缺 還是怎樣 我看到一段消息 就是在 High River Alberta 有一個逃房 他是供應大概 加拿大40%的牛肉 他有兩個廠房 meat processing plant 都要關閉 因為有很多員工 超過他能夠接受的員工 測試了是有病毒的 他就為了安全的原因 就關閉了兩個 meat processing plant 即是說未來幾個星期 可能加拿大少了牛肉吃 或者會貴些 我今個星期去買菜的時候 我發覺 那些人排隊的距離 已經近了很多 沒有分開六尺 而且當那個超級市場 員工叫那些人 你們分開一些企 那些客人 即是普通的市民去買菜 那些脾氣已經開始壞了 我想他們可能在家裡覺得 有些人的心態變得壞 那我就怕 對,我就怕加拿大人 會好似美國人 或者他見到 看電視上 原來美國人出來示威 說要回去 Life goes back to normal 其實沒有這件事 我怕加拿大人 會自我 破了這個quarantine 走出家 加拿大人應該好一點 我希望加拿大人 依然會有一個禮貌 還有一個知識 知道就是他要自動隔離 但是自願隔離 但是我看到有一個趨勢 就是那些人的忍耐性 開始減低了很多 最後五分鐘 Anna 可不可以補充 你的 mental health 每人一分鐘 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準備心情 要再開啟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做 我們不會從夜到天 從你沒什麼走過 突然要你跑 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 做回多些 我們可以在家裡正正地預備到的東西 例如 去訂購你的PPE 追回你要做的功課 準備回你的註冊 盡量可以令到你的經濟轉型到 到時候少了一些 Human Interaction 做到的生意 或者你自己的 business practice 就是對你和你的客人 都是在長遠來說的好處 Michael 我覺得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做歸介的人一定有如見性 現在個個都關在家裡 每個都要煮東西吃 有些人不煮東西吃 都煮得到煮東西吃 煮得不厲害 都變得越來越厲害 那些生意人 那些小生意 那些茶餐廳 如果你做的東西 跟以前的質素的話 法大師根本沒有人來幫忙 大家已經改進了 那說法你一定要變 變得好一點 變得多款一點 別人可以覺得 不過你平時在家裡煮到 現在煮不到的時候就煮得更好 所以說很具體的例子說明是 生意、營業一定要懂得求 然後時勢改動 適應環境 Ben 我見到有一個教Piano 因為沒有學琴的東西 因為每個人都不想去 他現在去賣伙食 其實這是不是積極的轉型 我只是說六個字 在順其自然中平衡 不要懷著期望很高的心態 看到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對你會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你有任何一個期望 你都會有一個失望 因為這個疫情 不是我們人類是可以用我們的智慧 在這一刻完全可以控制到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些超自然的事情 我們是否要面對或是順其自然 如果埋到你身 盡量不要讓他埋身 埋到身 怎樣解決 做生意一樣 盡量令到現在的生意 在康復之前不要讓他死 能夠吊著這條命 但一定是要轉型 你不可以說 我過去這樣做 我老字號 六十年都這樣做 你看一種賣蠔油的 賣醋的 那間公司 可以做幾百種醬汁出來 這就是別人成功 就是這麼簡單 不要怪社會 怪自己 Adam 我們是否要宣援心情 耍太極 或者吹水 我想說 需要有一種 如果是現在作戰的話 就是一種長期作戰的心態 去迎接將會見到的東西 因為越來越多 各方面的所謂專家 給到我們的訊息 就是說 不會在短時間 我們說未必是幾個星期 就可以回復回以前 甚至乎 永遠都不會回以前一樣 那種生活的習慣 如果你用了那個 作為一種復原的reopen 或者是新的 就是會完全recover 這種是不可能的 反過來 正恩所Bang說 你要順著那個盛勢之中 要找到自己 怎樣改善 好像Michael所說 每樣都要比以前做得更加好 這個方向又一個問題 怎樣為之好 再花一個小時去談 還有可以說 每個人的定義都不同 Jeff給個last bite 好嗎 病毒沒有改變過 所以重開經濟最大的敵人 是病毒 你會出來重開經濟之後 會見到會多些人會染有病毒 因為病毒是沒有改變過 好 今天上半場就講到這裡 一會兒再回來下半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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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